近期在古道上发生了一件 令人遗憾的意外事件 那就是有一台小车 因为在变换车道过程当中 发生了意外 那郑杰 这个状况到底是怎么样呢 这个其实说真的 我们常常在高速公路在开 你会发现有些车子 不管是有打方向灯 还是没打方向灯 常常就是想变换车道 就变换车道 好像好像没在看路一样 往往都不会发生事情 但是真的发生事情 这就是最严重的那个示范 他翻好 就是真的很严重 我先讲一下他大概的状况 因为我反复看了好几次 他首先他本来在中线车道 然后他前方有慢车挡住 所以他觉得他的车道太慢了 他就希望从超车道 就是快车道进行加速的动作 不过其实我要讲的就是 他没有 他在换车道的时候 我相信应该是有死角 所以导致他在换车道的时候 没有看到后面的车 但更重要的是 我觉得要多宣导的是说 其实我们开车在高速公路上 其实每隔一段时间 可能是10秒15秒 可能就最好环顾一下后照镜 看看车前车后 大概有几台车在 假设像这个案例来讲 现在有三台车在前面 对 然后后面可能也有两台 包括他现在要撞到的这一台 有没有 那你如果说能确定 你现在道路上大概有多少台车的话 随时随地确保 这台车本来上一次看后照镜的时候 它离你比较远 后来这次第二次看的时候 它离你比较近 你就知道它的速度比较快 那就算这个时候 左边这台车怎么不见 那这样子的话 你至少也会知道说 那这台车应该有可能在我的死角 你这时候就不要说马上变换车道 你应该好好的先找清楚 现在的车道 你都知道还有哪几台车 这样子 那在这个案例中 它很明显的应该是因为 它的后照镜造成了死角 但是事实上以这个角度来看 我很怀疑 它是直到要打方案盘 要换车道的时候 它才看后照镜 不然其实车子难免有死角 但是因为设计的关系 大家也都知道有死角 所以你如果先看左侧的后 像你要靠左线 你看着左侧的后照镜 你又看着中间的后照镜 其实死角已经剩得非常非常少了 并没有像想象中那么大 这个很明显 要么就完全没看 要不然就是只看了一面后照镜 所以我在此想要好好的宣导 你变换车道前 首先不管怎么样 你一定要看至少两面后照镜 对 而且要确保 就是说你跟它的距离是安全的 你才有办法切进去 然后还有我刚刚稍早讲的 你平常就算完全都没事 也没有要换车道 还是养成环顾四周 了解这附近的车子的动态 各台车 大概是在什么样的相关位置 这也很重要 然后再其次 它除了换车道以外 它还做了一个很不好的示范 如果再看到这个画面的话 它在换车道的时候 它的方向盘摆动幅度是相对大的 等于它不只切了方向灯 它就要进来 好 我们现在看到它 慢慢慢慢要进来 它进来的时候 它进来的角度其实是很大的 它是很快的换车道 对 我们一般是很缓慢的 过来这样子 这样子好处在哪里 万一像这样子有死角 后面刚好有车 其实说真的 路上开久了 我也难免会遇到 真的没注意 还是有这个状况 但是这样子的情况下的时候 至少后面会按喇叭 或者后面有时间减速 而这个状况就是 让后车减速 连反应的时间都没有 可是预防肾余治疗 所以有很多人 现在可能开了车 没有所谓的盲点侦测 或者是有一些主动安全配备 他们可能借由外场的改装之后 提升自己在安全上面的一些 比如说你可能常常忽略的 盲点侦测 也许在外场有一些 就可以做改装嘛 对不对 是现在除了原厂配备的盲点侦测之外 其实也有一些市面上的 Aftermarket的厂商 推出了就是后装型的盲点侦测系统 那它其实安装 其实也非常的简单 就是在后保感两侧里面 装了一个这个感应器 那然后呢 在我们的A柱 或是后照镜的镜片上面 有装了所谓盲点侦测的灯 如果你真的很常感受到 这个后照镜呢 是有很多的死角 那你也长期的使用车辆 在高速公路上面行驶必要变换车道 你也可以考虑 第一个当然是你换新车 换这个一定要选择有盲点侦测的车辆 再来或者说你没有短期内 没有换车的计划 你也可以选择在外场去加装 所谓的这种盲点侦测系 那当然呢 这个事故也引发了非常多讨论 有人就是说 你看这个车子就是多而滚 它的这个循迹性不好 稳定性不佳 当然我们刚刚知道 这台车已经20几年的车龄了 它当很多的悬吊系统轮胎 它可能有一些老化的一些状况发生 经历这样子一个碰撞 导致车辆的失控 它撞到了扭泽西护栏之后 引发了一连串的翻车事故 这是很有可能会发生 所以其实很多的朋友 都会去选择什么 新车买来之后呢 它把它轮胎换的是抓地力 更好的一些性能胎 让这个在车辆在行驶的时候 更加的稳当 甚至呢 它悬吊系统做了一些改装 因为其实现在政府 其实本来就是合法 你可以去改装这个避震器 只要在合法的厂商 经过车辆的一个检验登记 其实是你可以换装避震器的 当然换装避震器 就有非常大的一个学问 那因为这个避震器 有牵涉到你原厂车辆的一个 这个设计几何的结构 比如说麦花城 多连杆 扭力梁 等等不同的设计 它的避震器的设计的对应 也有所不同 有的时候我们大家知道 改装圈有一句话 就是一滴遮三丑 车子来一定要先把 先把车身给降低 那基本上就是 透过悬吊系统改装 或是短弹簧的更换 可以达到这样子一个功能 但是这个时候 你就要胜选 有经验的店家 它不会卖给你一个 莫名其妙的避震器 导致你的车辆 没改没事 一改了反而更容易失控 这都是有可能 会发生的一个状况 所以今天我们当然 就要带着观众朋友 好好地来感受一下 这样有些车主 也许他可能也是 除了外观上面的升级之外 可能在安全性上面 他有一些考量 所以他进行了 某一些部分的升级跟改装 不过呢 我们先带着大家来了解一下 刚才我们讲到 先被车 其实是很多年轻族群的喜欢 而且我们今天来的现场 这三款的先被车 都做了一些相当特别的一些升级 但在我们了解 他们升级的哪些地方之前 我们要请大卫哥 帮大家来分析一下 以现在市场上面的 这三款相当热门的先被车来说 为什么我们说它是热门 表示说它在销售量上面 也能够看得出来 对不对 观音你说没错 这五门先被车 可以说是年轻人最喜欢的车型 而且像这一类车型 它的改装空间也大 所以也是目前在市场上 在改装厂的一个主力族群 那我们看到目前市场上 卖的最夯的这三款 我们先被车 分别是马自达3 Focus跟Toyota的Aurus 首先Mazda 3 这款车子 它真的是目前最新款 因为它是今年4月预售 然后6月 6、7月才开始交车 对 这样子的一个车款 你看上半年1215辆 看起来已经好像还不多 其实假如你算到8月的话 它已经累积了1400辆 也光是五门先被车 假如你再加上 它的四门房车的话 那已经是2700辆左右了 然后至于Focus部分 这是目前国内 卖的最好的五门先被车 你看在这款车型 它就已经是4592辆 假如算到8月的话 它已经是6700辆 其中有5000多辆 是四门五门先被车 而其中在这五门先被车 又有4000多辆 是ST-Line 这ST-Line已经就是 可以说是在它占比里面 已经是达到7乘7 也就是说你看在路上 每10部这个Focus 我们先被车 可能8部就是这个ST-Line 所以这部车子 目前卖得最好 然后至于Aurus 它是在去年发表的 去年11月推出的 然后这部车子 它在今年1到8月 它这个也是已经累积了 差不多是超过2000辆以上 然后你只要加上去年的数字的话 三个月数字的话 它目前累积数量 也是4500辆 所以从整个目前的市场来看 Focus 五门先被车卖最好 然后改装空间也很大 第二款是Aurus 也有4000多辆 也是有改装空间的 第三款 这走的是Near Premium的 马自R3 它也是潜力之秀 未来我想它也是 很多车厂也会针对它来做改装的 刚才大卫多有讲到说 Mazda 3可以说是在目前 最受欢迎的这个先被车里面 最新世代的车款 而我们现场也来了一款 也是最新世代的 才就腾腾上市 没多久的Mazda 3 但是我们从车头一看 觉得它好像也没什么 做一些改装或者是升级 但是从这个四个轮圈 我们就看出端倪了 我们要请艾德大 带着大家来看一下 它到底改了哪些地方呢 是的 冠宜 我们现场可以看到的 就是三台目前最受瞩目 以及热门的这个先被车 那刚David哥已经跟我们分析了 整个市场的一个销售状况 还是以Focus为最好的一个销售数量 那当然从这台马三的身上 你就可以看到 好像冠于说 好像它看起来跟原厂差不多 对 车头只很原厂 对 从车头上 车侧上看来 好像它就改了一个轮子 对不对 你说它到底改了什么东西 其实它还是有改了不同 蛮多地方的 但是我们先来看一下这台马三 你看看它现在有所谓的 主动式车距的控制系统 MRCC 对不对 它也有盲点侦测的一个装置 以及就是说 在刚刚这个高速公路上 我们看到这个事故来说 在这台车上 可能就不会发生这样子的问题 因为盲点侦测 可以让它避免 它去碰撞到后面 视觉死角上面的一个车辆 那好啦 现在我就要来带冠于看一下 除了冠于你看得到的这个 我要拿出一下我的这个小机器 就是冠于你看得到的这个 四个轮圈 对 铝圈的改装项目之外 然后还有卡钳啦 甚至于活塞 是 其实它的悬吊系统也有经过做了改装 那因为它是改装气压悬吊 同时可以透过手机来去做遥控 你看我的手机上面可以显示 四个轮子的一个这个车高 在手机上面 我们其实也透过一个APP 却可以控制这一台的这个悬吊的一个高地 现在我只需要按一个按键 这台整台车就会下降了 冠于你看 我就按着这个按键 哇 整台车子就下降了 那当然现在 它下降的好 对 已经到最低了对不对 对 现在下降是一个最低的高度 它可以说是一个就是车距时候 show car的一个展示的一个高度 那所以这台车呢 基本上基本上 现在是没有办法去行驶 已经低到一个程度 那冠于你可以看到 这里其实有一二三三个按键 对 对不对 那三个按键是做什么 对 其实预设了三个不同的高度 那刚刚我们是在三 是属于一个原厂的高度 那如果说你要设定二的话呢 就是它平常行驶 可以行驶的高度 原来 对 在市区行驶的状况 如果说你要在另外高速公路上 梳牙的时候 我们现在很多新世代的车 有没有 这个在高速公路 它说告诉你说 时速超过100的时候 它会自动降低 对不对 我们这台车也可以透过 不同的一个高度的 预设的高度设定 它现在会又再降低一点点 让这台车是在高速公路行驶上 车身能够更低 那当然你会看到有四个数字 对不对 分别表示四个轮子的一个 这个悬吊的高低 所以它可以四个独立控制 那么现在我透过这个 手机的这个控制 我把我这边的左前轮 独立升高起来给你看 你看我也是透过这个按键 我只升了一个 这个左前轮的高度 有 好明显 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 一个功能 只有一只脚抬起来 对 只有一只脚抬起来 所以它可以透过不同的 这个选择设定 把车子放到不同的 一个设定高度 那么接下来我就请冠儀 过来看一下这台马三 除了这个悬吊系统之外 它还有一些很特别的改装 例如说我们现在看到这颗轮圈 关于你有没有看到 它基本上这个轮圈的这个纯 跟叶子板已经接近于 这个连接的一个状态 我知道之前我们节目 时也有讲说 如果说要改装的最高境界 是几乎是要一败这样子 对不对 对 没错 所以这台车它经过非常多的设定 跟试验 那去算这台车的尺寸跟数据 它跟一般的一个改装 就会有所不同 因为一般的改装厂 它所设定的尺寸数据 相对而言会比较保守一些些 那要做到这种号称一败的状况 其实非常不容易 那你可以看到 里面的刹车卡钳 超级大颗有没有 非常 然后轮圈是不是也是定做的 对 这个轮圈是定制的 一个锻造轮圈 那它的这个 你看它的刹车卡钳 已经跟轮圈快要接近了 对不对 对 不然我告诉你 它这个缝隙有多大 就只有一张名片的厚度而已 这样子的设计 真的要经过不断的调校 对不对 不断的调整跟测试 跟计算尺寸数据 才有办法达到这样子 这个卡钳跟铝圈 只有一张名片的一个 空间的一个功能 那艾大我看它好像是它的卡钳 它的轮圈跟火塞 好像都不是同一个牌子 那这样子的搭配会很协调吗 一般人不是会觉得说 应该同一个牌子会比较好 就像我刚刚说的 如果你选择是同一个品牌的话 它大概就会用一个 比较保守的方式来安装 那当然这台车 它要求的是要做到这样子 所谓show car demo car 这样一个一败的状态 所以它必须透过定制 来去做整合 那当然这一颗卡钳 它装的是Brembo的ZL1的一个卡钳 所以它的尺寸相当的庞大 然后它是设定到 它可以容纳在这个轮圈里面 最大的一个尺寸 那讲到这个定制轮圈 其实怪你回头看一下 后面这一颗轮圈 你有沒有发觉 后面这个轮圈好像感觉更宽 对不对 对 所以它前后配 对 有一点像前后配的感觉 对不对 事实上它并没有做前后配的设定 因为什么 最近很夯的扭力梁 其实我们知道马三也是扭力梁的一个设定 对不对 所以它碍于后面的一个轮轴的一个角度的问题 它并没有办法做出这样的效果 用前后配的方式 没有办法做出这样的效果 对 所以它车主也是透过定制的方式 你会看到 看起来很像前后配 但是实际上这四颗框 包含了直径 J值跟ET值 都是一样的 9.5J的一个尺寸 可是视觉上看起来很像 对 视觉上可以 却做到满满一败的一个风格 再来 惯于我记得上一次我们有介绍一台 也是气压的车子 对不对 它的后轮降下来 是不是角度非常的大 像它外八对不对 就是海拉风的那个 海拉风的对不对 其实很多人在路上检举说 你这海拉风其实很危险 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一台 马自达3的后轮 它其实 你没有办法以下降下来的 并没有像海拉风 一样这样子的外八 这就是因为扭力梁的一个设计 所引起的这样子 所以它这个东西 它这样子的车高设定 反而不会让它 因为车身降低 有太过于吃胎的一个状况 我觉得这台车很有意思 它是新车买来 所谓的落地改 真的 新车一来 因为新马三真的很新 它都没开到 因为为什么呢 我们刚刚讲 它要定制这些很尺寸 几乎车都留在工厂里面 去做测量的工作 然后测量好了之后 把这个旅圈跟刹车 做好之后装上去做试验 然后才能够达持这样的一个效果 所以它的里程数非常的低 而且刚才艾大也说 也点出来了 其实这一款车的车主 它基本上是以修卡的成分居多 对 那我们看到了 像这个车主 他认为他自己的爱车 是要让大家看得到说 我改了哪些地方 甚至有在悬吊上面 可以做一些调整 但是对于性能迷来说 它不只在外观上面 要满足自己的需求之外 同时在动力上面 要更加的丰沛 那我们知道之前 Mazda 3在第一代的时候 其实有一个Mazda Speed 对 然后接下来第二代 是有Mazda的性能版本 但中间因为好像是上一代 没有这个Mazda 3的版本 那我们问一下Rick 接下来这个第四代 大家期待的Mazda 3的版本 会不会出现呢 关于讲也没有错 其实针对全球的 Mazda车迷而言 以前在第一代跟第二代 都确实有一些 比较性能版的车型推出 好像是其实第一代它有所谓的Mazda Speed 的这个所谓御用的一个升级的一个性能车型 那之后二代所谓有所谓MPS的版本 那这个MPS版本比较特别是 它其实在动力上面就已经不一样了 因为它其实动力大概是2.3升的涡轮增压引擎 所以它的马力呢 其实有大概250匹以上下 所以整个性能的表现呢 直线的加速呢 包含底盘的设定呢 都是所谓以运动性能为强化的一个 主要的一个方向 那其实之前在四代的Mazda 3出来的时候 国外的车展出来的时候 其实那时候Mazda原厂的高层 比如说车辆开发部的 其实有高层的主管在那边 那其实也有国外媒体问说 那四代的车型是不是会有性能版的推出呢 那其实依照媒体那边 国外媒体那边访问的结果呢 Mazda那边的高层是说 他们目前为止并没有 要朝这个高性能的版本去推出 因为它其实羽带玄机 它说其实我们做得到 但是目前呢 没有这样的规划 性能车款的开发呢 还没有在规划以内 所以目前我们短时间内呢 可能还不容易看到 但是其实从之前的Mazda的speed 或者是MPS车型来讲 其实Mazda它这个车厂 原本的在造车工艺上面 或者是引擎技术上面 甚至以前我们非常经典的R7 转直引擎 它做性能动力呢 它绝对是有那个技术的 但是变成说全球化一些趋势 比如说环保 或者是他们车型的设量的 车型的一个定位而言 他们目前觉得性能 高性能车呢 还不是他们主力的一个开发的方向 所以对于性能力来说 你也许也有另外一个选择